欢迎来到我们IPv6网络设定的第三段影片 我们可以从H1 Hurricane Electric 它的免费的IPv6 Tunnel Broker上面 取得我们的IPv6位置 这个前面第二段影片已经给你示范过 那我们现在接着要做的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网设定成这样的一个IPv6的网络 而在这个设定的过程中是这样的 我们等一下透明片会看到 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所使用的网络环境 首先我们透过PPP0的波接 取得一个固定IP位置 利用这个固定IP位置达到一个Tunnel 那这个Tunnel是连到加州去的 所以这是本地端的IP 然后呢远端是加州的另外一个IP 然后呢远端他们送给我一个IPv6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2001 470 EF04687-2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Tunnel所使用的IPv6位置 那我们这台电脑有第二张网卡 第二张网卡呢 我把它连接在用Ethernet 19连接在BR0上 BR0用来连接我们的虚拟机 目前在BR0上面 好连接的虚拟机 它取得的IP位置 只有因为IPv6 本身核心资源所造成的Link Local Address 它并没有取得实体的 或是Global的IPv6 Address 等一下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网卡 在虚拟机也就等同了使用BR0这个假的软体桥接器 所连接的内部网络 那也就是我的Ethernet 18是透过PPP0拨接上去 再透过PPP0的IPv4 Address 达到做成一个IPv4的Tunnel 所以Tunnel是走从我的IPv4 走到另外一个加州的IPv4位置 然后呢这是我取得的本地的 我这台主机的IPv6位置 However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透过Ethernet 19所连接的BR0 在这个地方发送IPv6位置 给内部网络的成员 所以这个基本的网络的主态 是长得像这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使用的IPv6位置 在这边已经给你了 刚刚在投影片前面说 我将不会使用48的 我使用64的就够了 因为一个网络也就足够 除非你要使用48的 按一下这个连接就可以得到这个48的位置 你会有2的16个次方的直网可以使用 那事实上这么多是事实上是用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这个标准的 简单的64bit的位置设定 所以我们看一下投影片 这是我们等一下 要使用的64个bit的 这个标准的IPv6直网 这里是建立Tunnel所需的指令 你也看到我们刚在这个Tunnel建立时 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基本的设定主态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作业系统 选择像我们的Linus Route 2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它的指令抄下来 变成一个命令稿 就可以直接执行 执行起来就变成一个现成的Tunnel 那这个时候设定IPv6 我们这台电脑所占的地位 就是等于一台路由器 那它当然也负责了IPv4的IP位置的分享 所以在我们的虚拟机上 已经取得了一个IPv4的DHCP的动态位置 至于这个位置怎么指定 这完全是看你当地的 你们自己网络的设定 那么我们这台电脑 就担任了连接两个网络的路由器 我们会需要使用所谓的RA的协定 这个RA叫做Router Advertisement 这种协定是IPv6上面散发 或者是设定 动态的设定IPv6位置时所使用的协定 透过这个界面 我们的网卡所连接的电脑 可以借由RA 或所谓的RA是Router Solicitation 取得IPv6的网络位置 这次指的是客户端的动作 这是伺服器端的动作 那么如果电脑不是直接 跟路由器连连接就可以 那你可以利用 有提供IDHCPv6的服务主机 来派送IPv6位置给电脑 但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小叙的就是这个核心参数的设定 因为一旦我们希望使用我们的电脑的Linux的主机 来作为IPv6的路由器的时候 你就要启动这个IPv6所有网卡接壳转送的设定 如果你希望开机时就启动 你可以把这个设定写到syscontrol.config上面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设定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以这个IPv6的设定来说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syscontrol-a列出所有的参数 然后呢再用grab过滤跟IPv6有关的参数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跟IPv6有关的核心参数都出来了 那在这个地方我要找的是all 别忘了这个是all 不只是只有这个这个界面而已 我要找的是所有界面 所以在最前面这边有一个all 这个all这个地方呢 它这边有一个forwarding 就是forwarding 所有的forwarding设定 目前这个设定值是0 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偷懒的直接复制这一条指令 到终端机上 要注意 在写这个指令时 我们是为了方便 漂亮 所以在这边就等于 不可以有等号 不可以有空格 这样做完 我们的核心就已经可以使用 IPv6来进行路由 这个路由转送的动作也就被允许使用了 不管你有几张网卡 只要设一张 在这一次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固定的 在每次开机时都能够生效 请你使用这个档案 那么什么叫做RA呢 RA是在所谓的RADemon Router Advertisement Demon 或者是Router Advertisement Server上面 每隔多少秒IPv6的Router会告诉 网路内的客户端说 你连到的是什么位置的网路 你所在的网路位置是什么 你的Router是谁 这有一点类似是在设定预测杂道 但这个预测杂道设定 等一下你看一下 它跟我们想象的 IPv6预测杂道设定是有差别的 当客户端开机时 客户端会 IPv6协定中 会送出RS的封包 叫做Router Solicitation 这是收集或征集的动作 也就是说 这个收集或是征招的动作 是说 喂 呼叫 有Router吗 哪里有Router啊 请告诉我 我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时候当Router收到 客户端呼叫的Router Solicitation的封包 它就会给它一个RA的封包 告诉你 你现在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RA会有两种使用的周期 第一种是每隔多少秒 它会广播一次 第二种就是客户端呼叫 发出RS的封包 所谓的Router Solicitation 的Pocket的时候 它就会 告诉 它就会告诉客户端 你的 你所在的网络在哪里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等一下使用的过程 跟这边的差不多的 我只是在 这是另外一间教室的设定 跟我们刚刚的过程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你看哦 这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Tunnel 那我必须要把对方Tunnel所给我的IPv6 这是简单的网卡设定 这是一个用DHCP来做的网卡设定档 网卡设定档所在的位置是在 ETC SysConfig Network Script 里面的 RFCFC后面加网卡名称的设定档上 如果我想要加上IPv6位置的设定 就是加这三行 叫做IPv6RNIT YES 也就是启动网络时 要不要一并启动IPv6 第二个 这张网卡的IPv6位置是多少 IPv6的预设闸道是哪里 那我们这张网卡不需要设IPv6闸道 因为IPv6闸道已经设在我们的 已经设在我们的 这个TUNNEL上了 所以呢 在IPv6的预设闸道 如果你要看到IPv6的预设闸道 你可以在IPv6RNIT 这个地方已经有IPv6的预设闸道 是设在这个TUNNEL上的记录 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想办法将我的BR0设上正确的 他们所指定的IPv6位置 也就是我的BR0连接的 是我们的实际的 那个内部的区域网络 目前只有一个LinkedLocal Address 我怎么把它加上去呢 加上去的第一个做法 你当然可以用手动的方法加上去 手动方法加上去怎么加呢 我们拉过来看一下 好 今天 如果我要拿我的BR0当作这个网路的第一个位置 它的位置将会是 2001470EF05687 冒号冒号64 如果我用手动的方式的话 你看目前我的BR0 它有三个IPv4位置 还有一个IPv6的LinkedLocal Address 我可以写IP-6表示它是用IPv6ADDR Add 增加一个IPv6的位置 我把我使用的位置贴上来 那广播位置这件事就不用谈 我可以直接指定它到DeviceBR0上 这就是一个用手动的方式 将你的IPv6位置设到BR0的方法 看一下IPA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BR0上面 已经有了一个Global IP Address R 写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 我要把我的设定去掉 如果你要去掉这个IP位置 你要写Delete 这个时候重新再加一次 我把我的IP设到1上面 我是第一个 这个网络的第一个IP 然后呢 再看一次 我的BR0上面 果然就有了一个Global IP Address 它的这个IP是1 那如果你希望这个IP 未来能够永久性的存在 它不要再每次都动来动去的话 你可以使用ETC sysconfig network -scripts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我许许多多的网卡 我可以在 ifcfgbr0的设定档中 加上我们所看到的IPv6的设定 ifcfg-br0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IPv6吗 你看预设是没有启动IPv6 我把它加上去 yes 预设启动IPv6 IPv6 IT IPv6的位置 关键字叫做IPv6 ADDR 所以我回来 大写 IPv6 ADDR 这是IPv6的位置 指定IPv6的位置是 别忘了要加上去 它的指网这照就已经写在后面 所以你不需要再多写 接着第三条它指的是IPv6的default gateway 不用写 因为我们的br0扮演的就是default gateway的角色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再给各位看一次 我单独的可以把br0关闭 再让它启动 我可以用ifdown br0 那这个时候你看IPv6 br0上面是关闭的 我再开一次 ifup br0 所以Linux可以把每一张网卡独立的开启 或是关闭 在主态上停用 核心上没有被停用 使用VCC service network restart来重新启动网路 它需要我重新把网路重开 但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网路重开时 我的IPv6的tunnel也都被停用 不过我并不贪心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可以先把它断线 或我不断它都可以 这些设定 如果你希望全部都能够在开机时启动的话 你会需要另外把每一条连线 包含你的tunnel都塑到设定档上 Network restart 你看我的PPP0关闭 干嘛干嘛的都没了 重开了网路 我的网路重开的时候 BR0上来 看一下IPA 这个时候 你看我的PP0拨接不见了 然后Ethernet18拿到一个0.254 这是我这里面所剩下的多余的连线的设定 先断掉 在这个地方 Ethernet19它支持连接到了BR0 BR0上面有所要的IP位置 IPv4之外 这个上面只有LinkedLocal Address 那我在这边设定这个并不合适 再来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Global Address并不合适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的PP0并没有上线 我们就直接把拨接上线来 好 然后把密码写上去 拨接上线之后 你可以看到IPA 我取得一个PP0 我有一个固定IPv4的位置 然后呢 回到我的家目录 在我的BIM目录里面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建立了一个IPv6的show script 我们建立起来有多快多方便 IPv6.sh 跑完 我的Tunnel就已经做好了 IPA 这个地方Tunnel已经搞完了 这个地方就跟刚刚一模一样了 我的BR0如果要加上IPv6位置上去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先把它做上去看一下 OK 这个时候BR0上面 已经有一个Global的IPv6 Address OK 好 我又准备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算透过BR0去分享 去发送 对于内部网络 虚拟机或实体机 所取得的IPv6位置 目前这里还没有拿到 好 那我们的直网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IPv6的可使用的直网 是2001 470 EF05687的网络 我们需要使用的一个软体 叫做RA DVD 就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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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樣的設定檔和相關的內容都一樣 用YUM安裝軟體 改變設定檔 設定檔的內容等一下會給各位介紹 Service RADVD Start 把它設為啟動 啟動就可以用了 接著這第四步叫 Check Config RADVD On 也就是把 RADVD Server 或這個 Daemon 設為開機時啟動 所以我在這裡 先看一下 YUM Install RADVD 當然在這個之前你的安裝來源必須要先設好 然後呢 我會需要到外網去找的安裝來源可以說相當的多 因為我設了很多的安裝來源 這是我上課用的電腦 它的動作當然不見得會快 然後呢 RADVD已經安裝好 而且已經是最新的版本了 所以呢 我可以大方的去編輯一下 ETC RA DVD 的設定檔 在這裡我們只要關心幾件基本簡單的事就夠了 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的 RADVD所使用的網卡是哪一張 我在現在我們的環境上 我們使用的網卡是BR0 然後我把它的設定通通展開 然後這是最少的Interval 最多Interval 這裡 這裡指定的就是你的 IPv6的網路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把這個IPv的網路位置 給它拉過來 這當然很偷懶喔 先殺掉 把它切上 OK 這樣子就表示 我的BR0所使用的網路 在這個地方 接著 我把它裡面底下的基礎設定 也都 讓它生效 我試圖不改變所有的設定 我只針對我的所在的網路環境 進行派送 或是所有的廣播 或者是廣告的意思 那我不改變任何東西 來減少我們這個學習上面的門檻 然後存檔OK 沒有問題了 我現在把Service RADVD START 啟動 它Forwarding被關閉 它說我的IPv6 forwarding是關閉的 所以它會檢查這個設定值 我們剛剛明明有做 可是因為我重新啟動了網路 它又改回去了 所以呢 我們要把剛剛的指令叫出來 就是這一條 蹦 我把IPv6所有網卡的Forwarding設為1 然後再重新啟動RADVD OK 看到沒 這都是連在一起的 RADVD啟動之後 我們當然就可以在 我們的Nestat上面 可以看到 U L P N 你可以看一下 RADVD 我不用這個 我用 我用 沒有N 好 這裡 在UDP協定上 應該就可以看到RADVD在這邊服務 這邊有沒有RADVD NAMD TFTP IPPNTP IPPNTP 好 看一下RADVD GRAP DVD 沒有 它不在這個地方 沒關係 我們這邊已經有了 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怎麼去這樣客戶端取得IP 位置呢 看一下它自動就已經抓完了 它並不是在啟動網卡的過程中來做這件事 它IPv6的取得跟IPv4的過程是不一樣 IPv6在Linus上面是用核心來做的 你可以看到我對我的虛擬機完全沒有做任何的事 它已經取得了Global IPv6 Address 這是一個Global Address 那它可不可以用呢 好 我們在判斷它的封包出不出的去 回不回的來的時候 都一定用PIN 那你在使用這個東西PIN的時候呢 我們用的是PIN6 PIN6 PIN的對象當然是以IPv6為主 那這是中環電信跟剛剛一樣 2001-1000-1 到不了 到得了 這邊這個時候已經做完了 我們的封包 路由的出去也 路由的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這樣的過程 簡單的說 我的封包透過了誰 這是虛擬機 虛擬機的封包先進到實體機 或是內網的機器 虛擬機等於內網的機器 內網的機器 進到了實體機 由實體機轉送到Tano上面 到了美國加州 封包去了美國加州 再繞回台灣的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回答 中華電信回答的風包 去著美國加州 再進到Tano 再由IPv4打回台灣 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到的過程是這樣 也就是這中間只經過11個路由 它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不過這並不影響 我的名稱解析是否可以執行呢 host.ipv6.hinet.net 可以看一下是可以的 然後呢 這如果IP可以動 然後呢 IP可以解析成這樣 我想其他的事情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可以用IPv6.facebook.com 可以看一下 IPv6.facebook.com 還是汪汪汪汪 IPv6.facebook.com 找不到 那我們剛剛的網址是不是錯 我們順便看一下IPv6網址對不對 來一下 好 我們之前曾經在這邊用過 Facebook的IPv6的連線 這是facebook.com 然後如果我要連的是IPv6 喔 萬萬萬v6 他的網址剛剛看到了 萬萬萬v6.facebook.com 看一下 OK 這樣是可以連的 這個網站是一個 純的IPv6的網站 好 那這樣子表示我們的連線已經成功了 封包出的去也可以回的來 這邊 汪汪汪汪 大 v6 大 facebook.com 這邊是用加密的連線連到 Facebook的IPv6的資源 好 OK 所以這個時候內網 只要啟動IDVD 它就可以成了 那如果一條不夠 你看 事實上我們用內網 Manager 可以先把它關掉 斷掉以後 IP位置 現在 Ethernet 0上面 它走的 這個還是IPv4 不見了 內網 管是IPv4 而已 IPv6 還是沒有差 它是可以直接用的 再看一下 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放大 看喔 IPR 這是我們IPv4的路由 專門針對IPv4所在的網路 跟預設閘道的設定 如果我要觀察的IPv6的路由 這個時候你要寫的是IP-6R 就是使用的是IPv6的路由 IPv6路由的顯示這裡 就已經出現了預設閘道 注意看這個預設閘道 它會使用Link Local Address 它並不是我們想的 用IPv6的Global Address 當作預設閘道 也就是內部網路的主機 跟你的路由器之間 是透過Link Local Address連線 來做風包的轉送的 那在這上面有一些 預設的IPv6的位置的設定 這是它的一些預設子 你可以不用理它 或你可以再去做修改 Anyway 預設閘道 光是這樣就已經做過來了 但是它預設閘道的狀況 跟概念 跟我們平常IPv4的狀況 是不同的 也就是虛擬機 就是內網機 跟閘道器 或所謂的Router 中間的過程 是Link Local Address 而IPA 你可以看到我們取得的是 Global Address 所以在分配IP位置的時候 這樣就已經事實上解決了過程 再來就是 它RADVD 沒有辦法告訴你的內網 名稱伺服器是誰 所以如果我們要觀察 名稱伺服器 我們還是用IPv4的設定 但是問題是 resolve.config 名稱伺服器是使用 HINET的 所以它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因為HINET這兩台電腦 本來就已經支援IPv6的名稱解析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所指定的名稱伺服器 不具備IPv6的解析 你就必須把你的名稱伺服器 指定到一個 有能力解析IPv6的名稱伺服器上 所以呢 在這裡要特別提醒你 路由搞定了 就要搞名稱伺服器 名稱伺服器 所以如果沒有連上 或者沒有找到一個 或是沒有呼叫一個 能夠解析IPv6位置的名稱伺服器 你的連線 就沒有辦法進行 OK 所以 我們把頭影片看看 剛剛所做的是REDVD REDVD的設定 在這個地方 加上你所提供服務的網卡 Prefix這邊所說的 就是你的 你預設 或是你透過Tunnel Broker 所取得的IPv6的網路 位置 客戶端取得IPv6的方法 你可以用IPv6 address show 然後Ethernet0 專門顯示 Ethernet0這張網卡 他就會把IPv6的global address 顯示給你看 好 這是測試的過程 你可以再試試看再測試 也就是說 你手上拿了一個固定 或是甚至是非固定的IPv4位置 你隨時都可以利用Linus 或是你的Windows 去連上IPv6網路 不需要去做任何申請 那對於IPv6在設定資源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已經差不多都講完了 那這邊應該就差不多都是這樣 如果你想要固定的 或者將IPv6位置寫在你的網卡上 你就必須這樣做 然後呢 然後 這檢查路由表 基本的指定是IP route show 如果你要改變預設闘道 你會需要IP route add 增加一個預設路由 那如果你要看到IPv6的路由設定 是IP-6 route show 如果你要改變IPv6的路由設定 就是IP-6 route add 這個add 同樣也可以改成delete 預設闘道 透過誰來達成 default gateway 在Global IPv4位置 可以用手動的方式設定 這是我跟你說的 它不會主動的幫你設 預設闘道 如果你打算透過Global IP位置 去進行內部網路的設定的話 那你就必須手動的方式 去用指令的方法 把你的Global IPv6的預設闘道 是上去 RA不會提供你Global Address 當作預設闘道 RA給的預設闘道 一定是Link Local Address 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Linus PIN 你可以用PIN來做這件事 我們使用的當然是PIN-6 如果是以PIN來說 然後呢 你要用的是PIN-6 來做針對你的網卡設定的 你的IPv6的測試 然後呢 這邊有個很有趣的狀況 Show the Mac of your neighbor 如果你想要看到你最近的 駐近的鄰居 他的IPv6的 他的Mac位置是多少 可以透過這個IPv6 Neighbor Show 顯示透過IPv6位置 就是IPv6協定的Router Advertisement的 增輯表裡面 可以看到你附近 你的網路上面的 那個IPv6的鄰居有哪些 支援IPv6鄰居有哪些 好 接著 不要忘記 你會需要隨著IPv6 修改你的主機名稱解析檔 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以用來做 ETC HOSES IPv6位置寫前面 主機名稱 或是別名寫後面 PIN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寫別名 OK 好 那這部分呢 特別要提醒你的是 當你需要使用到 SecureShell 跟SCOPY的時候 他在語法上要特別小心 因為當你使用IPv4的時候 你已經習慣了 在主機之間互相Call檔案 SCOPY 這是被COPY的檔案名稱 這裡是指定的是 遠端主機的某個用戶 也就是用遠端主機的某個用戶 寫入到他的家目錄的什麼目錄裡面去 但如果你在 IPv6裡面使用SCOPY的時候 簡介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你會需要加個 這個 而且你要告訴他是連接到哪張網卡上 好 也就是對方主機的哪張網卡上 也就是這後面這個地方指的是遠端的主機 你要加個百分比 然後呢 這邊Ethernet0 指定是對方主機的Ethernet0 上面的IPv6位置 而且你一定要小心 這後面 旁邊要加上大跨壺 中跨壺 中跨壺前面要加反寫號 好 所以這個地方才會 讓你會有工作 相對你在做Secure Shell的時候 當然就比較沒有那麼麻煩要寫中跨壺 但是你這後面還是必須要指定告訴人家 這是對方網卡 對方的網站 或對方IPv6的哪一張網卡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OK 所以 對於後面 伺服器的設定相關的一些過程 我們就不在這裡對數 我們今天的電子報到這邊結束 這也是跟TWNIC合作 進行IPv6教育訓練的一系列課程中間 聽說今天是唯壹的一套 那個線上的影片 這個影片我想大家 在Ninus上面的一些使用都相當的不熟悉 也就是說 大家也許Windows用的比較多 對Ninus上面使用IPv6的過程 多半都不會很熟悉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網路上的影片的過程 讓大家進一步的 能夠對Linus減少一些恐懼感 事實上 Linus這個系統的應用 對我們的國家 或我們的政府 或我們的公司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它非常的強悍 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而且也非常的安全 相對比Windows 比起來是沒有什麼病毒的問題 那我們的教育並沒有好好的 輔導我們的學生走上這條路 但現在很多學生就有很多的困境 而且困境就從中間包含了 為了學習使用Linus 而基礎程度不夠的問題 這個所以呢 我們公司也是為了這個部分 在不斷的努力著 那我們的學生呢 學這個東西也相當的 相當的投入 那所以各位 如果有進一步 教育訓練的需求 也歡迎跟聯神電腦聯絡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這邊 跟各位可以先說聲再見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在影片上相見 謝謝大家